一名无姓人夫因为打羽球,和一名女老师发生不伦恋。女老师还将两人的性爱日记送给吴南。吴南和许姓妻子离婚后,许妻无意间发现性爱日记,为了抢看不小心摔下楼住院。事后她找上女士谈判,女士承诺,每20万都要回事事故。人妻露传讯息扬言要公开性爱日记。女士下的提告,法院依恐吓为安罪判人妻居一30天可一颗罚金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